Aproach 來為到聖經和我們所信的神的實在來辯護 我們兩個禮拜前已經講過 聖經裏都有這個觀念 即是如何為到我們所信一道來辯護 在《比特前書》的四章裏 保羅在《施特行傳》也有類似的示範 如何為我們所信的神來辯護 所以《apologetic》的希臘文的Defense這個字 是《比特前書》有用的這個字 就是由那裡而來 而我們看保羅的例子 發覺基本上有兩個大的approach 一個就是猶太人的思想方式 就是什麼證明是真的 就是我們經驗上證明 真的就是真的 就是猶太人的觀念 所以保羅每次在猶太人面前傳道的時候 包括《比特》在內 他都是講歷史開始的 就是阿伯拉罕 或者由神創天地開始 講伊撒拉國 一直到今天 伊撒拉國的神益 都是今天起得保羅的神益 到今天再過多了二千年之後 是你和我 是Sam 是Pammy 是Danny的神 我們經驗上面 剛剛上星期怎麼回答 大哥統告 這些是經驗上面證明的 這個approach 另一種的approach 就是對希臘人的思維方式 就是基本上今天西歐的文化 主要的繼承就是希臘人想法的方法 就是從一個邏輯 一個抽象的角度來講 所以他們證明一些東西 真實與否 都是從一個抽象的層面 來做參與典 所以他們如果能夠 將一些觀念 一些實際生活所觀察到的東西 將它變成一種觀念 觀念用一種符號也好 語言也好 用數學也好 將它表達在指針上面 然後根據一套規則來推理 如果推理是證明神的存在的話 這個想法 對希臘人說 就是一個最有力的一種證據 所以 遲些有機會我們會看 在《蝦洛傳》裏面 有一個很有趣的事件 就是很久是雅典 做遊客的時候 他怎樣向雅典人 推理 你們想了這麼多東西 作了這麼多假設 我都認同你們的假設 但如果你們想清楚你們的假設的話 再根據邏輯來推論的話 你一定要達出一個結論 就是今天你們所信 你不知道名字的神 究竟是誰 今天我就告訴你這個神 是誰 所以這個就是 寶羅對希臘人 所以他懂得應變 隨機應變 明年 Tally 你還去不去那個 我剛才想過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 十一月份 你要拿到假期出現 所以我打算打電話給Alice 問4月 是否4月 她說4月 她昨天才告訴我4月 我都未決定她不去她 就是她 是4月 OK 我想一下 因為我覺得我已經去過亞典和伊福索 能不能再去重複 又不同那裏 那裏又不同 不是那裏 有甚麼不同 先來 這張 我今年去過以色列和約旦 但她扮演兩個旅行團 是配搭的 一個就是聖地 一個就是 根據好似司徒行傳 那個七個教會 或者啟使徒七個教會 那個行程 主要是 希臘和土耳其 主要是希臘和土耳其 主要是希臘和土耳其 如果這邊去過就肯定值得去 我拿 我只不過去過其中兩個城市 所以考慮她 是否值得 你每次去不同 你每次去不同 你一刻去過Viktoria Polo 說你第二次去又不同 Viktoria Polo 說我不去 那就是 你不是每次去 都是一樣的 每次去 去什麼 去沙漠 去總統 搬到 所以不去 去得多 我是喜歡時辰的 特別是高家去 不答 教會有例外 教會有例外 沒有傳訊息給我 她都沒有傳 我還沒有傳 我講幾 因為她又留了別人去 又問那些人 是不是 有些人又在 我會想要去